我们上上个礼拜提到 英国 就是说苏格兰在2014年公投 要从英国独立 那当然结果大家都知道没通过嘛 对不对 那就暂时先留在什么里面 但是同学注意看 那个时候的比例 他们得分的这个 得分的这个情况呢 苏格兰办公投独立 对不对 当时的这个得分比重呢 基本上同学看得出来 这个反对独立的呢 55% 支持独立的呢 45% 只差10% 那当然 10%也不是个小数目 但是同学注意看 我们来看欧洲这个地方 大家都说 那明年那就更 欧洲就更那个啦 各种选举 在德国 意大利 荷兰 甚至法国 都要选举对不对 会不会是都要脱欧啊 还是怎么样 那苏格兰这边呢 我先从英国脱离出来 同学注意看 英国这个国家 现在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对不对 因为脱欧已经通过了嘛 那这个时候还没有 对不对 你都还没有要脱离欧盟的时候 你国家内部的一个 这么 因为我们说英国就是什么 英格兰 苏格兰 还有威尔斯组成的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 西方国家呢 常常批评东方国家什么 好像不重视多元 对不对 都是中央体制 不民主 对不对 但是我们这个 这学期一开始就提到过什么 欧洲其实也想出个秦始皇 对不对 但是什么 都没成功嘛 其实以什么 静代异议来看的话呢 希特勒也想当秦始皇 拿破仑也想当秦始皇 那找的是什么 亚历山大大帝 不是也想当秦始皇吗 但是都失败了 对不对 所以你们注意看 所以你们注意看 但是呢 他也不是全然的失败 就等于说各方势力都想当秦始皇 但是都没有一方绝对胜出 老师以前是不是提醒大家注意看 荷兰这个国家的名字 英文名字 我们不用看荷兰文了 因为反正我们也不懂嘛 老师是不是有提醒大家注意过 荷兰的英文名字是负数 The Netherlands 对不对 是表示这个国家 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 未曾统一过 你打不赢我 我也打不赢你 妥协下的产物 但是也不是百分之百妥协 所以是负数 对不对 The Netherlands 对不对 英国呢 老师是不是也提醒大家注意 United Kingdom 联合王国 不是单一王国 这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历史上 这三大势力什么 互有消长 对不对 然后你也没办法 决然的把我吃下来 我也没办法完全收服你嘛 看到没有 所以是不是也是 那个时候的妥协 那今天呢 这边的人不愿意再妥协了嘛 看到没有 所以为什么老师提醒大家注意 我们看任何一个问题 要把时间拉长一点 空间拉宽一点 你才知道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嘛 对不对 对不对 一样的道理啊 你看英国的全民 的United Kingdom UK 简称UK 对不对 United 他不是Single One 看到没有 他是联合的 那今天有人不想跟别 另外两个联合啦 懂老师的意思吗 所以同学可以看得到 他不想再跟周边的这两个联合 但是呢我们今天看到什么 他愿意留在欧盟里面 同学注意看 我不想和另外两个联合 我想和欧盟 在一起的原因是什么 有没有同学注意到 这个今天啊 同学注意看 今天我们说哎呀 全世界起了太大的变化 大家都搞不懂了 其实什么 同学注意看 大家绝对搞得懂 为什么 重点跟这边是一样的嘛 高一词 请说 你觉得为什么苏格兰他什么 你看他也真的办了公投啦 虽然没过 对不对 那他为什么不希望待在英国里面 却愿意留在欧盟里面呢 不用想的太难哦 同学注意啊 国家是由人组成的 我们人有什么欲望 国家就会有什么欲望 因为国家是由众人组成的嘛 对不对 国家不是抽象的哦 他是你我组成的 是人组成的 所以人有七情六欲 国家也有 因为国家是众人的组合体嘛 对不对 所以也不用想的太难 好 我们再来听一位同学的好了 钟敏奇 还是中文啊 好你 老师念错了啊 请说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啊 他不想吃英国 不想再被united 那但是越想留在欧盟里面 八十年 八十年 对 非常好 或广义的来讲 不只福利这一个项目 而是什么 我留在欧盟里面 我可以得到的总体的资源 是比跟你 留在你英国里面要多嘛 对不对 而且英国里面 所以同学注意看啊 全世界议会民主国家 现在都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就是什么 议会民主在凝聚民意 贯彻民意的这个功能上面呢 陆陆续续什么 因为你贯彻民意牵扯到的 就是治理国家的能力嘛 是往下走的 对不对 有相当一部分的老百姓 不耐了嘛 他受不了了 对不对 他觉得我的权益都被什么 损失了嘛 对不对 那有些国家什么 无可选择 那欧盟里面的会员国呢 他有选择性啊 我要么待在自己国家里面 要么我跑到欧盟 别的地方去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 苏格兰呢 在2014年的公投啊 其实什么啊 同学注意看 我们看甚至包括今天美国的选举 大家都觉得好像很意外 对不对啊 其实什么 这个时候什么 同学注意看 苏格兰的公投啊 其实陆陆续续就已经显现出来的 问题的性质是一样的了嘛 对不对 那美国这次选举一样嘛 中下阶层觉得什么 他什么好处 他什么好处 美国作为第一个全球最强的国家 他居然什么好处都没有啊 我是待在全球最强的国家里面的超级穷光蛋嘛 对不对 那我比非洲 我跟非洲人是一样的穷啊 我但是我待在全球最强的国家里面 那这不是更讽刺吗 对不对 那我如果今天待在非洲最穷的国家 甚至我待在食人族里面都行 对不对 反正大家就互相吃了嘛 对不对 那但是不是啊 对不对 那他也一样啊 我待在大家也认为蛮不错的国家里面 但是我好像也没得到什么资源啊 对不对啊 所以同样注意看 其实在2014年苏格兰公投的时候呢 陆陆续续相关的这个问题 就已经开始往外浮出了 所以美国的投票结果不意外嘛 对不对 那陆陆续续你们注意看 很多国家往后的选举的结果 你们只要看这一点就好了 那当然学术界讲的就是什么 贫富差异过大 这个问题哪一个政党解决不了 他就要下台 那当然可能比较会骗的 就会上台嘛 因为他还没处理过啊 谁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能耐啊 对不对 举例来讲 法国现在这个社会党 当时什么 选举的时候一样啊 他也是骗这些手头竹啊 你们要什么都答应 就好 现在选上了 选上这几年下来以后什么 一样啊 什么都做不了啊 不仅做不了还什么 法国 因为你一做不了以后 大家就发现了嘛 对不对 发现了以后呢 不仅你国内发现呢 国际社会也发觉 你法国居然没什么能耐哦 对不对 所以老师之前不是提到过吗 以前在欧盟里面什么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 哦 德国让法国走在前面来领导什么 欧盟 那现在呢 你自己也不敢走在前面了 你没实力了 对不对 你凭什么还走在前面领导欧盟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一个四年法国的什么真相 全让大家什么看清楚了嘛 而且法国同学注意看 法国的国在握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说一个国家的国民所得 哦 我们都说欧盟 我们之前不是有提醒大家注意吗 哦 说那个卢森堡 那个小国这么小多厉害 他好像八万多美金 对不对 啊 他这个GDP成长啊 多厉害 对不对啊 那同学注意看 法国也比我们台湾高哦 也是蛮厉害的 但是这四年下来以后 法国国家的债务啊 和他的GDP什么 是一样的成长啊 而且达到了什么 百分百啊 就等于说你不能再举债了 你再举债 接下来就就有点可能往希腊这个方向走了 对不对 啊 因为同学注意看 我们说你这个国家举债的比例合理不合理 就等于说你 以通俗的话来讲 你的口袋里面要有一些老本啊 你透过这些老本去抵押 对不对 来借钱啊 对不对啊 那现在变成你法国把你 通常局来讲 你有100块 最多国际之间觉得最合理的呢 是你借了60块 表示你还有40块还债的能力嘛 大家觉得可以接受 那现在法国是什么 他只有一百块 但他借债也已经借到一百块了 所以你这国家已经没有常债能力了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这很吓人啊 四年之内 因为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弄啦 对不对 你选举的时候也是骗票啊 那手头族 同学注意看 大概现在很多国家的手头族 在他的这个投票比例里面 都蛮高的嘛 第一次投票的人 对不对 还有那种什么 从来不投票 然后突然跑出来投票的这种人 的比例 也陆陆续续增高嘛 对不对 那法国当时的手头族呢 就愿意被骗啊 结果好 这骗四年下来以后 把自己的前途也骗光啦 对不对 甚至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法国的恐怖分子啊 我们说查理周刊的那个恐怖分子 其实是什么 是法国人啊 当然他是穆斯兰医的啦 对不对 但是旧法论法 其实那不能叫做什么 外国的恐怖攻击啊 他就是你法国人 对于你法国的不满啊 但是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那些恐怖分子 他是什么 他确实在比利时居住 灭书 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后来不是也在比利时抓到吗 对不对 因为他住在比利时啊 就是这个情况啊 因为法国供给学生的 不管是奖学金也好 宿舍也好 各方面 已经比比利时差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有另外一个选择 那我跑去法国嘛 而且我们知道 比利时那边也有法语区嘛 对不对 所以语言方面都没问题啊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看欧洲甚至全世界都一样 现在要处理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 你贫富差异过大的这个情况啊 所以同学注意看 倒并不必然是自由贸易所造成的 关键就是什么啊 其实同学注意看啊 其实什么 全球化啊 透过自由贸易 大家在全球做生意啊 其同学注意哦 有拉抬全球经济成长啊 所以现在虽然你我都在批评这个皮肤差异过大 但是全世界的经济总体是成长的 老师特别强调总体 只是说现在大家不满意的 成长的结果 为什么我没份呢 怎么都被你们拿走了 我为什么没份啊 我不满意 我要抗争 看到没有 重点是在后面的 利得的分配啊 对不对 所以现在就等于说苏格兰那个时候 他的公投就已经点出这个问题 只是大家当时都只把他什么 放在英国 觉得这是英国的内政来看他 没有说很严肃的来看他对于这个 全世界的这个影响啊 好那接下来呢 同学注意看到没有啊 这种大家不满意呢 引起的这种焦虑呢 不仅在国内也在国际上啊 那在欧洲这边呢 刚才讲苏格兰公投 同学注意看啊 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说 哦我要搞公投 只是你个人的不满 你就搞个公投 同学注意看啊 那外国也看你这个国家什么 人家也知道你内部有问题啦 你内部有问题 特别议会民主体制国家 你内部有问题 你不处理 你敢 你还敢什么 对外有什么样的影响力吗 或者是对外开打吗 不可能嘛 那但是倒过来呢 同学看到没有 苏联他可 以前的苏联 今天的俄罗斯 那他可高兴吗 对不对 你左一个公投 右一个公投 你们内部什么 就出现所谓的多元化之下的分裂嘛 就出现所谓的多元化之下的分裂嘛 看到没有表面都很好啊 这个绝对的这个绝对的价值嘛 这个绝对的价值嘛是要多元嘛 你你可以主张这样 那他可以主张另外一样 那你呢又另外一样 反正多元嘛 对不对 但是同学不要忘了 多元造成一人一把号吹的都很响 但是国家总体意志无法形成 你觉得无所谓 但是对不起别国什么 如果本来就对你有企图的时候 人家高兴的不得了啊 对不对 你给人家提供契机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同样同一年 看到没有 苏格兰里公投什么 那俄罗斯普丁就很清楚的 你们欧洲欧盟内部里面什么 有问题嘛 对不对 因为你们有问题 因为你们什么 左一个多元 右一个多元 一人一把号 我知道什么 我即便出手打你们什么 你们要形成共识来对付我呢 都要花一段时间 等你们形成共识以后 我已经把你们拿下了 看到没有 这就是这个什么 乌克兰当时什么 当然他 当然了老师在这边是后见之明啊 对不对 我们说乌克兰怎么样 也误判情势啊 对不对 他以为欧盟会支持他嘛 对不对 所以感旱什么 俄罗斯对抗啊 就没料到嘛 同学注意看 为什么老师说乌克兰误判情势 但是俄罗斯没有误判情势啊 你左一个公投 对不对 右一个选举 那这个时候刚好是什么 一人一把号吹得最响的时候 对不对 国家意志 总体意志 无法形成的时候 什么 你指望欧盟这时候来支持你 去对付俄罗斯吗 这个时机是不是也不对啊 对不对 所以好 你跟俄罗斯搞对抗 你就在他隔壁 所以同学注意看啊 国际关系有的时候是非常痛苦 也非常无奈的一点 这一点往往就是致命性的 是什么呢 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为什么说是无奈又痛苦啊 戴军印 请说 对于乌克兰来讲 我真的是太无奈了 也痛苦啊 不用想的太难 老师之前 多少也有提了一下 挪威的芬兰啊 他们的一些案例嘛 乌克兰为什么无奈又痛苦啊 杨文汇 杨文汇 请说 其实老师刚刚已经讲了 他就在他隔壁嘛 这意味着什么 第一 地理位置嘛 对不对 你的地理位置搬不动嘛 对不对 第二什么 你周边的邻国是强是弱 对你来讲绝对什么 有影响力的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 我们说 一个国家你什么 主观的意愿 所有的组成的老百姓的 主观的意愿呢 往往有的时候 必须跟客观的现实低头 就在这个地方 你乌克兰什么 你的地理位置 就在那个地方 除此之外 你周边国家都比你强 看到没有 同样的道理 为什么德国的邻国 都很害怕德国强大嘛 对不对 因为大家都怕有个超级这种 又强大 又想往外扩张的这种邻国 那是更吓人啊 对不对 那同样的道理 同样看到没有 欧洲大陆上 我们先不讲英国 欧洲大陆上啊 大概在历史上 从古到今啊 自己发展起来 大概基本上 都有一往外扩张的 这种国家呢 还真不少 局来讲 法国 那就不用说了嘛 大家熟知 远的不说了 拿破仑 德国 对不对 波兰其实也一样啊 那俄罗斯就更不用说啦 对不对 那你乌克兰你要怎样啊 对不对 你虽然很无奈也很痛苦 但是对不起 你刚好就夹在什么啊 德国和什么啊 俄罗斯中间呢 对不对 那波兰也很痛苦啊 我甚至比你乌克兰还倒霉 我历史上都被瓜分三次啊 对不对 乌克兰在历史上 从古到今被瓜分三次嘛 对不对 为什么会被瓜分 就是因为当德国强大的时候什么 他想什么 踏过波兰什么 往莫斯科前进 法国强大的时候 一样要踏过德国什么 肢解波兰 然后往什么 俄罗斯前进 同样的 俄罗斯强大以后 反方向前进 也要经过波兰啊 同学看到没有 当你攻不过去 我也攻不过来的时候 大家什么 就把你波兰当作一个缓冲区来处理啊 大家一人分一半啊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看 欧洲的历史经验 告诉大家 你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他可能是非常无奈的 甚至让这个民族是非常痛苦的 所以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波兰出了很多作曲家 其中最有名大家所熟知的一位是什么 陈子杰 大十一年 对波兰的 然后他的 大十一年 对啊 非常好啊 同学注意看 他的作品什么 所以同学看嘛 Michael Jackson 绝对不可能是波兰人 美国的爵士乐 绝对不可能源自于波兰 对不对 就是因为同学注意看 音乐就反映了当时的生活经验啊 肖邦的作品 基本上什么 都是什么 非常悲愤的 然后什么 非常要求大家爱国的 为什么 就是他所生存的那个时期的历史经验 波兰就是被人家欺负嘛 看到没有 这音乐家把他的感觉 通通什么 作曲家洗进他的作品里面啊 所以你们以后有机会注意 肖邦的作品 你们听听看 大概都快 都不是 哇 又蹦又跳 可以让你们什么 这个狂欢的时候放的音乐 是不可能的 董老师的意思 他就是有这种生活上的痛苦嘛 对不对 那你的痛苦 你波兰的悲剧 还有乌克兰的悲剧 就是源自于你的地理位置 你本身地理位置呢 倒不至于多那 多痛苦 而是什么 你这个地理位置所搭配的邻居 比你强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到 为什么我们说有些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很痛苦 很无奈的 就是什么 源自于你的地理位置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那乌克兰呢 这个时候呢 他错估情势 因为你欧盟本身左一个公投 右一个选举 他已经没有时间来顾到你了 就你这个时候呢 还以为你可以跟俄罗斯对抗 你的总体实力怎么可能是 同学注意看啊 苏联这个国家在1990年代 瓦解了嘛 对不对 那后来翻转 瓦解了以后 同学注意看哦 白俄罗斯啊 还有这些 甚至你乌克兰啊 你们通通都出来了嘛 对不对 还有什么乔治亚啊 亚洲这个地方 中亚这边好多前 前苏维埃共和国里面 苏联的成员也都独立出来了 对不对 但是他当时的俄罗斯 这个苏维埃共和国呢 是最大的一个什么 一部分 他到今天都还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国家 他的总体实力 虽然当时经济崩盘了 但是全世界甚至什么 普丁前几天不讲了一句话 就把全世界 特别是欧洲国家 吓到快昏倒的就是什么 他在电视节目里面提到什么 俄罗斯的边界 没有边 没有无止境 这下傻眼啊 你的国家边界是无止境啊 那那要放到哪里啊 对不对 那乌克兰你也吃掉 波兰你也吃掉 你这个国家的边界无止境 就把欧盟这些国家 美国什么这些已经吓到不行了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就是他的总体实力 他为什么还可以这么吓人 倒并不必然是什么 经济因素 而是什么 他的军工业的什么水准还是一流的 只是说 当然军工业的科技绝对是一流的 还有生化科技这方面还是一流的 只是说现阶段为什么有些国家 没有把它列为一流的国家 虽然还怕他 但是没有列为一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也在于什么 他军队的什么 士气不是一流的高昂 容老师的意思吧 所以普丁他什么 他很能形塑 他为了拉高这个什么 士气不仅是军队的 还有总体国家的什么士气 他什么不断的强调 我们俄罗斯要恢复彼得大帝以来 所建构的什么 大俄罗斯的荣耀 因为同学注意看 那个时候的确了不起 欧洲亚洲北美全部什么 在什么第二时期的什么 凯撒林大帝那个时候 彼得大帝之后的凯撒林 凯撒林大帝什么 囊括其中 这三大洲他全占啊 对不对 所以他一讲他先一讲 俄罗斯的国境是无止境的 这个历史经验 一定他曾经证明过啊 所以大家很紧张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所以你乌克兰呢 你没有这个实力 然后你去挑衅一个超级大国 那你以为欧盟会支持你 结果欧盟刚开始 欧盟和北约刚开始是有在支持一点点 那但是后来发觉什么 普丁是来真的 他虽然没有派俄罗斯的军队进去啊 军队穿的便服往里冲 也是很吓人的 对不对 我穿的便服 拿着世界一流配备的什么 武器往乌克兰边界走 谁不害怕 看到没有 我坦克什么 我通通开到 我就压在你的门口 首先注意看啊 老实讲就压在你的门口 对于我们台湾 我们比较没有这个经验啊 因为我们周边都是海嘛 没有跟任何一个其他连结 但是欧洲大陆不一样啊 欧洲大陆上 为什么大家那么重视边界问题 就是什么 国与国之间就是 就是这个瓷砖的缝隙 就这样子跨过去啊 这边是俄罗斯 那边是白俄 然后这边是波兰 那边是德国 就是一条线 就是这样子跨就跨过去了 所以他们对于这种边界的问题 是非常的重视 也非常的敏感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连美国当时也 美国欧盟北约这些 通通加起来 都是力挺乌克兰 到最后发觉什么 挺不住啦 好吧 同学看到没有 挺不住就什么 你乌克兰 我们可预期的未来 你不要加进我们欧盟啦 你也不要加进北约啦 就认栽了吧 对不对 你只要不加进来 可能 普丁就收手了嘛 他把克里尼亚岛拿走就拿走了嘛 因为当时欧洲 同学注意看 普丁非常聪明的一点 就是什么 我拿下克里尼亚岛以后 我就不动了 那当然如果再动 可能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来了 对不对 我拿下这个 我就不动了 同学注意看 那欧盟北约还有美国总体加起来 他们绝对不可能为乌克兰去打什么 俄罗斯啊 你内部问题一大堆 一个公投 一个选举 就可以把自己的政府搞垮 那你还需要敌人吗 同学听懂老师的意思吗 你内部自己都要垮了 你还需要敌人吗 懂老师的意思 那这个时候谁还敢去打俄罗斯啊 老百姓也不支持自己的政府 去为了乌克兰去打俄罗斯啊 不可能的嘛 对不对 自己家里面的问题都一大堆还解决不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是最怕有敌人 哪还敢再去制造敌人呢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好 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 那当然同学注意看啊 俄罗斯当然是什么 有备而来啊 所以好 我就是很 我就是什么 我的军人穿着便服 看着坦克拿着二四配备的军事武器 就是什么啊 我也不是很冲进去 我就在边界 就等于说把你乌克兰的这一边 通通给你包围了 那这个压力就已经太大了 对不对 所以好那我也选你们西方国家嘛 那你们也办公投吧 对不对 你办公投 你苏格兰办公投 我这边也会办公投啊 就一办公投 好 大家什么 愿意回到俄罗斯去 同学注意看 那同学可能会讲啦 那是不是坐票啊 有没有坐票 老师不敢说 因为到底有没有坐票 不敢说 但是最起码同学注意看啊 为什么说这个地方大部分的人都愿意回到俄罗斯当俄罗斯人 除了你乌克兰 同学注意看转型有困难嘛 不成功嘛 对不对啊 所以同学千万不要以为一个国家转型是理所当然的成功 其实什么 转型失败的占大多数 波兰转型倒算是成功 还有斯洛维尼亚捷克这些本来基础就不错的这些国家呢 你们看转型成功 而且符合欧盟提出来的标准 所以欧盟让他们加进来了 那但是呢 不是每个国家转型都成功啊 乌克兰就是一个不成功的案例嘛 对不对啊 那好 那所以办公头 他马上倒过去 为什么呢 同学注意看啊 因为以前苏联为首的国际共党呢 他掌控整个东欧 对不对啊 那所以 他这个俄罗斯这个领导阶层呢 当然也会派一些什么所谓的精英分子到什么东欧这些共党国家什么去协助治理啊 对不对啊 所以克里米亚岛这边的什么 俄罗 乌克兰内部不仅克里米亚岛哦 同学注意看啊 这个里面呢 俄罗斯一的本来就是俄罗斯一的这种 洛斯科派过来协助治理这个地方的都是水准蛮高的精英分子 为什么这么讲呢 同学注意看 因为乌克兰以前在苏联境内的受苏联掌管的这个时候呢 乌克兰在整体的国际共党的规划之下呢 他是什么负责俄罗斯非当时苏联非常先进的什么核子动力潜见的所谓的黑海舰队 那是国际一流的绝对不输给美国啊 或者是欧盟北约都不输的啊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同学注意看 他会派一个普普通通派几个普普通通的人过来吗 应该不至于嘛 对不对 当然是派一流的人过来啊 所以变成说乌克兰这边自从苏联瓦解了以后呢 不仅乌克兰哦 同学注意看 他们这边就有一个现象 就是说这个国家的少数民族呢 变成是俄罗斯一的了 但是却是强势的 我们常常会觉得说 奥盟国家的少数民族什么的 大家都会觉得说 哦少数民族是不是很可怜的 文化上是比较弱势的 大家都会这么讲 或者说能力上是比较弱势的 这是比较符合传统想象的什么 少数民族 对不对啊 那但是同学注意看 在乌克兰或者是在东欧很多地方 甚至什么 回处一看 最近这几天不是那个古巴前总理卡斯楚过世吗 对不对啊 甚至在古巴里面都有一些俄罗斯一的什么 他也是非常杰出的 为什么 因为他当年被派到那个地方 协助古巴推动什么 左派的什么 计划经济啊 各方面的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虽然是少数 但是什么 却是强势的少数 所以变成说 他原来是领导你 就现在翻转变成被你领导 那被你领导 你有没有办法领导他呀 所以同学要注意这个情况 这就是老师一直提醒大家注意的 现在什么 全世界大家都说 民粹 民粹 对不对 那民粹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他们到底是主张什么东西啦 罗渝成 罗渝成 请说 民粹啊 现在到处不都是看到这个吗 那当然民族主义是比较清楚的嘛 就是反对外国人嘛 对不对 自己的民族最重要 其他的民族都不好 不对 那民粹呢 然后大家也都在谴责民粹分子嘛 对不对 吴长仪 蔡政达 图建登 陈冠宏 蔡政达 蔡政达 徐勇斯 你是徐勇斯是吧 好 徐勇斯 高粹琴 那老师题目再讲一遍 什么叫民粹 他们反对什么 少数的人 就等于说是少数的都对 多数的都不对 我说是少数的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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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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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炎之 盧柏莲 请说 不清楚 好 同学注意看 这不仅是你们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什么 我们很喜欢用西方的名词 但到底什么意思不知道 但是也跟了交了好久 对不对 民粹就是很简单 这些民粹分子就是什么 反政府 反领导阶层 你政府制定什么东西 我都不满意 我都说是不好的 王老师的意思吗 对不对 这些民粹分子呢 同学注意看 有些的确是政府什么 就像老师刚讲的 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来执行 全世界有很多政府是没有能力了 但是什么 有一些是什么 民粹分子的什么 过度的要求 你的国家没有这个实力 来回应你的要求 就等于说你满天开架 你这个国家根本做不到嘛 所以同学千万不要以为 民粹分子什么都对 那但是的确 他们有一些指责政府的呢 也是对的 为什么 因为有些政府 就像老师刚刚讲的 他已经 举例来讲 欧洲有些国家政府什么 他已经没有能力了 来增加社会福利的支出了嘛 对不对 那举例来讲 那可能欧洲有一些年轻的学生 他觉得什么 奖学金不够多 对不对 甚至英国是不是在几年前 有学生什么 因为英国他说什么 要涨学费 那学生觉得什么 没有能力负荷 即便是打工也赚不了那么多钱 所以什么 走上街头抗争 甚至我们看英国的学生什么 甚至冲进什么 当时执政党的什么 大一样嘛 对不对 那好 所以但是呢 那当然英国政府对学生也不手软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英国不是有些警察是骑马的吗 对不对 在街上巡逻 然后没死还吹一个鼻子 咿咿咿 然后叫大家来伸援 对不对 同意看到没有 骑马的警察 那个 那个 他也什么 马蹄照样踢学生 然后你学生什么 冲进执政党的什么 大楼 把他那个玻璃敲碎 警察也是很打你啊 对不对 他们为什么对学生这么凶悍啊 同意没有注意到 林怡婷 请说 甚至巴黎也一样啊 学生在巴黎街头上甚至放火 巴黎的警察也是很打很追的 噴那个水啊 硬是什么 把学生给冲走 他们对学生绝不手软 为什么 那为什么没有人谴责他们呢 你这老牌议会民主国家 怎么搞的 怎么对学生这么凶悍啊 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吗 我们不都是超欧美国家的吗 所以我们很厉害啊 我们不都走上街头 冲进立法院 冲进行政院 你看我们多猛啊 这个法国的学生要来跟我们学习 不晓得什么原因 欧美国家 你们注意看 甚至美国那边的什么 华尔街街头的这个什么 当时也是类似 民粹的什么 这几年的很大的一个运动 纽约的警察也是很打呀 那怎么没有人下台 对不对 这就是老师上课讲的嘛 欧美它建构国家治理理念 最高的一个价值 就是什么 你要有意见 你要有自由 对不对 一个大前提 你要先缴税 没有缴税的人 没有发言权 听懂了没有 没有缴税 因为国家治理什么 不是随便治理的 对不对 一个国家要能够运作 老师刚才讲 国家是众人组合的 众人组合在那边 不是傻瞪着眼 在那边干瞪眼啊 对不对 要我们把我们的权力 天赋的权力 借给政府来协助我们 处理日常生活 能够有幸的运转嘛 让我们得到幸福快乐的日子嘛 对不对 政府存在的目的 为绝大多数人 谋取最大的幸福 这是我们念公民教育的时候 是不是大家都会背的啊 那但是不要忘了 政府怎么让我们幸福啊 政府没有能力让我们幸福啊 同学 是我们才有能力让我们自己幸福啊 那显现在哪里啊 你要缴税给政府 他要想办法把大家秩序什么都维持得好好的 让我们什么 在生活其中什么 能够平安 看到没有 所以没有缴税 没有发言权 所以同学千万注意啊 我们即便是抄袭欧美国家 也要抄袭到重点啊 看到没有 所以为什么你们注意看 欧美国家的学生走上街头 示威抗议到最后没有成功过的 都是被打 也是被打得很惨啊 打得头部血流 那眼睛 哇也是心一块 指一块的 看到没有 那也没有 警察局局长也没有下台 什么都没有啊 你就自己什么 你被打了 你就被打了吧你 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你这个阶层被认定 你没有缴税嘛 你现在就是在吃大家的啊 你还啰嗦什么 只是说大家现在还容忍你 是因为假定你毕业了以后 你会有个工作来缴税 懂老师的意思吗 这是他们当时契约论 欧洲的这个契约论的什么 建构的这个逻辑嘛 我们是天赋人权 我们生下来都有一大堆权力 对不对 但是呢如果自己来运作这个权力呢 可能会彼此冲撞嘛 重叠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我们很多的天赋的权力呢 的使用权 所有权还留在我们这边 使用权呢 借给政府来帮我们运作 所以政府是空啊 政府要帮我们运作 他要钱啊 政府没有钱的哦 同学千万注意哦 完全是靠我们缴税 他才能够什么啊 我们缴多少税 他才能够做多少事嘛 对不对 那现在全世界的一个情况是 大家不愿意缴税 又想多拿到别人什么 现在大家都是什么 自己不愿意缴税 然后要求政府去帮我们 抢别人的钱嘛 给自己啊 对不对 特别是一些什么 超级穷狂乱 喜欢叫政府去帮他 抢有钱人的钱来给他用啊 听到老师的意思没有 所以大家现在不都说 对准的资本家 你是肥猫 看到没有 然后政府 肥猫在这里 抢 那把他吓得赶快往国外逃啊 现在不就是这样子吗 现在都是逼着政府 去帮我们抢劫嘛 对不对 现在不都是这个情况 对不对 所以川普当选很高兴啊 他要大抢特抢啊 对不对 就是美国一堆什么 绝对没有得到的 别人都是不义之财嘛 你就要出来帮我抢啊 看到没有 那我怎么抢呢 举例来讲 一样嘛也是从税收这个角度开始着手啊 看到没有政府其实就只有这一招啊 增税或减税嘛 对不对 然后跟谁增多一点 跟谁减一点嘛 政府也只有这一招啊 不是吗 对不对 好你脚的多 你可以多骂几个人 你脚的少呢 你就闭嘴 也可以骂一个人 你没交的 不准骂 懂老师的意思吧 完全在这个逻辑之下来转了 一个国家能够治理 完全是什么 根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为什么 特别注意看啊 这一大堆就是什么 欧洲当时的一些混乱的局面嘛 所以乌克兰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有困难 可以靠什么欧盟北约来协助他 就没想到呢 他被什么 淘气嘛 所以欧盟北约甚至美国都已经跟他讲了 对付不了俄罗斯啊 你就认灾吧 对不对 你当年在这个苏联的领导之下 你负责核武 核武潜见 那现在你独立出来了以后 同学注意看 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呢 那幸好核武潜见 人家什么全部拿走 不可能留在乌克兰送给你啊 人家一流的东西怎么可能送给你呢 对不对 那乌克兰现在当然 毕竟他那个时候也培养出来很多什么 这方面的高级的工程师嘛 所以赶快想办法自己再想办法制造 但是一样没钱 那好在乌克兰同学注意看哦 乌克兰的农产品 是什么 倒是蛮多的哦 只是说同学注意看 为什么老实说转型 一个国家转型 大部分是失败的呢 别的先不说好了 别的因素都不谈 就是你这国家的产业结构 你不能只有一项啊 看到没有 举例来讲好了 你乌克兰以前只有核武潜见啊 对不对 那有些像乔治亚 以前专门负责种一大堆马铃薯啊 那你要转型 一个国家不能只有一个产业 你慢慢要培养其他的产业 那要花好多时间啊 而且不见得能够成功哦 对不对 全世界都一样 不是只有欧盟里面才是如此啊 现在为什么全世界面临到这么大的压力 就是有些国家其实知道是问题 这出在哪里 所以同学千万记住不要以为什么 民粹分子说不满政府什么 所以所有的政府都是很差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什么 他也知道问题在哪里 但是真的要解决呢 不是一两天就可以解决的 但是选举每天就逼近了 我刚选上我就要为什么连任又在竞选啊 所以我根本没有时间定下来什么 治国或者是为国家长远的什么 发展来制定一些什么战略 或者是什么计划 没有时间啊 因为我每天都在选举啊 我每天都在拉票啊 看到没有 所以变成什么 在转型的过程中 很多国家什么 其实是找不到方法的 我知道问题在哪里啊 但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没有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 那乌克兰本身就是面临到这个情况 我也知道我要转型 我要让我的产业多元一点 但是呢 能力有限 因为你一把这个什么 核武什么 潜舰这个什么黑海舰队 一拿走了以后什么 我这地方空啊 我怎么只能靠农产品就能够活下去呢 对不对 甚至这几天老师刚刚不讲吗 古巴的卡斯楚过世 同学看到没有就两派 一派非常支持他 一派说终于死了 对不对 那一派说终于死了的这一派呢 其实关联就是什么 你为了什么 推动 同学注意看啊 这就是老实说现在全世界什么 解决贫富差异 被视为 贫的这一个阶段的呢 其实大家都希望什么 政府去帮他抢钱嘛 对不对 政府去帮他抢别人的钱 但是自己的钱 不准抢 不准被抢 对不对 那好那卡斯楚这个时候呢 其实同学注意看 跟欧洲这一样 欧洲的这些左派是一样的 就主张分配 国家总体资源平均分配给大家 但是同学注意看哦 现在全世界的年轻人也是要求分配啊 但是同学千万注意 只有有钱的国家可以谈分配 穷国一要讲分配的话 那会把大家拖得更穷 看到没有 因为你有钱的国家 你有钱你才有东西分配嘛 你没钱你怎么分配啊 你没有东西分配啊 所以是不是更穷啊 对不对 那指望卡斯楚 说卡斯楚终于死了的这一派 就认为什么 当时我们根本没有 没有什么钱啊 为什么这么讲呢 同学注意看 古巴和乌克兰的情况很类似 古巴当时什么 也没有什么工业产业 它只有什么 大家所熟知的什么 雪茄 还有什么 就等于说广义的烟草啦 对不对 还有蔗糖 这两大类同学看 是不是都是要看天吃饭的 雨多下一点也不行 少下一点还是不行 对不对 这两个产业都要靠天吃饭的 而且你这个价格 随国际粮农市场上砍你 你的价格就暴跌 对不对 需求增加 你才会赚一点钱嘛 所以的确日子非常艰辛啊 那乌克兰也一样啊 所以变成说 你们其实没有什么钱来谈分配 谈社会福利嘛 对不对 那但是一般的老百姓管你的 我就算理解卫装都不懂 反正你政府就要去帮我 去跟人家抢钱 抢来给我用就对了 但是我的是绝对不拿出来的啦 看到没有 所以这就是老师一直讲的嘛 人有七情六欲 由人组成的国家一样 它完全反映了人的什么 要求啊 好先休息一下好了